面對第五波疫情 本港感染人數持續上升 由內地支援建成的八個新社區隔離 以及治療設施之一的清醫方瘡醫院 已經在3月1日正式落成和啟用 這裡的佔地面積大約有六萬平方米 可以提供到大約3900個床位 讓沒有病徵或有輕微病徵的 新冠病毒患者入住 這裡就是24小時熱線中心 職員會在這裡處理入住者的需求 以及查詢 他們可以通過手機或短訊的形式 進行溝通 職員收到他們的查詢後 就會儘快作出安排 而如果中心有些資訊 需要發放給所有入住者 他們都會主動群發給大家 我們現在來到物資倉庫 看看有什麼 有食物和飲品 然後有一些日常的用品 有一些抗疫用品 還有一些物資 是比較特殊需要的入住者用的 而且經常會有一些熱心的團體 會記載一些物資的心意包 挺重的 心意重,份量也夠重 我們來到方倉醫院的入住房間 首先進來就看到有三張床 通風方面 每一間房間都會有窗 和獨立的空調 在電方面有插頭和拖把 入住的時候會提供一些基本用品 除此之外,還有一包中藥 如果大家不懂得服用的話 可以打電話去熱線查詢 我們現在就在醫療站 我身邊這位就是黎醫生 黎醫生,我想問一下 如果入住的患者 有什麼頭暈申請可以怎樣做 我們主要都是靠一個熱線的電話 只要撥通熱線電話 我們有專人會回答他問題 有部分病人可能真的需要 一些簡單的藥物 我們醫生會在足高灣那邊 其實會有一個電腦系統 會給他一些藥物 我看到這裡也有住場的護士和醫生 他們的工作是怎樣 主要他們會應付一些比較急的情況 可能他的病情會惡化 所以我們有醫生護士 進入裡面的隔離區域 幫病人診治 因為我們那邊其實有一個診療室 這裡的洗手間和淋浴間都是公用的 洗手間就會有獨立的刺隔 淋浴間也是獨立的 而且有24小時的熱水供應 最重要的是這裡的洗手間和淋浴間 都會定時有人來清潔和消毒 參觀完設施後,我感覺上 其實這裡有很多服務和配套 都是很為入住者而著想 希望大家看完今天的介紹後 可以對這裡的隔離設施 有更深的了解 除了隔離設施 為了配合大規模檢測工作 第二及第三個火眼實驗室 也都火觸建造中 除了搭建大量 像白色卷蛋的氣膜實驗室 和加入機器 中央也派出人手來港支援 當三個火眼實驗室都正式就位 預計每天可以化驗近 一百萬個樣本 接觸電視頻 感應 有機會